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湾独立党主席曾淼洪博士 他在台湾政策界赫赫有名 在政界也小有名气 他为台湾的独立事业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今天邀请他首先要谈一下 绿营自从九合一选举失败之后如何反败为胜 民进党蔡英文的领导下看能不能起死回生 蔡英文自己如何来处理国内的矛盾和习近平对他的压力 而胜利群体他面对这样一种困境 如何派出万难能够赢得台湾的主流的支持 所以首先我们邀请 曾博士你好 郭老师你好 曾博士你第一次来我们演播室 你首先给我们中国的观众 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 我的名字叫曾淼洪 我那个两个字淼洪 两个字比较不好写 淼是三个水 很难 好像都跟水有关系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就八字缺火太大 火太大所以用水我们台湾人在取名字都会看八字 然后呢一着八字缺金木水火土缺什么就补什么 所以我的名字叫曾淼洪 太多水了 曾淼洪 大水后面的水更大 然后我是台湾的台湾独立党主席 最重要的是在金钟干了二十几年了 我是中华民国的上校退伍 上校 那不错 所以说金钟的所有的脉动 或是其所事只要一起来 我就差不多可以判断说要干什么 这就是我简单的 最后我是拿到电机博士 我的博士是相关于C4ISR 就是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t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这个就是美国总统在指挥全球防卫计划的 直管通知情谈争系统 OK 好 你是这个电机博士 就是电机之家就是计算机 计算机博士非常厉害 所以他对这个华为啊 包括福士康 鸿海啊 这些都是了如指掌 我们也会邀请他讲这个专题 他说的军中呢 指的就是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军当中啊 他复议了二十多年 所以这个也是宝贵的经验 所以他既是独立党主席 也是电机学博士啊 现在也是这个政界的名人 所以今天邀请他来啊 我们首先 请你分析一下 九回忆选举大败之后呢 民进党大败之后 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为什么要大败 对 先讲一下民进党 对 哇 这个九合一大败哦 民进党的九合一 本土的九合一大败哦 这四出有因 或许从你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台湾哦 奇怪怎么会共产制度 因为尤其是大家都喜欢提高雄啊 共产制度怎么会赞成的民主制度 其实哦 你们中国人在看我们台湾的选举 我们假设哦 把焦点聚集在高雄市的韩国瑜好了 对 因为每一个县市不太一样 但是高雄市的韩国瑜是 很多我中国的朋友一直打电话在跟我聊的 为什么韩国瑜是共产党哦 甚至于是哦 什么光华 那个北京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 哇 拿了共产党多少钱 那你们怎么会选一个共产党出身的 共产党那边的教育出身的人 来当高雄市长 哇 这个哦 嗯 我们就讲高雄市哦 对对对 我让郭老师跟全中国的人民大家了解一下 他很有典型性 高雄很有典型性 你就讲高雄对 好 我讲高雄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高雄了 那依照我的看法哦 我个人的看法 基本上哦 这个蔡英文哦 她虽然上来了 她是被本土 台湾本土托付上来了 可是哦 蔡英文她所一路上表现过来的哦 她的国师她的国师叫做喜信良 喜信良哦 就是跟中国共产党最密切的 所以说 蔡英文哦 我们台湾的国安单位有一个国安会 总统府下辖国安会 国安会下辖国安局 国安局有一个亚太基金会 亚太基金会董事长就是喜信良 亚太基金会的董事长 他是国安局的外围单位 外围的智库啊 他们的信念 他们的信念 就是说哦 美国不行了 我们要赶快去中国 抢位置 卡位置 赚大权啊 所以说蔡英文上来以后呢 听了国师喜信良的意见 对 对 他的脚步跟中国走近 即使现在的美国川普 一直support我们台湾台湾台湾 但是在蔡英文呢 被喜信良的指导之下 他所有的国策呢 都是走向中国去了 所以说哦 这个外面的势力在帮你忙 美国的川普总统在帮你忙 你怎么还是朝着中国走去 而且内部 有一个更严重的情形就是 蔡英文他不只听喜信良的 而且他在内部的管理 高雄市的市长以前是新潮流 台湾民进党里面有很多的流派 有一个叫做最大的流派叫新潮流 新潮流 现在在政坛上最大的大哥 陈菊 赖清德 他们的军师有一个叫做 吴乃仁 邱毅仁 邱毅仁这个人就 颇记争异信 邱毅仁他也是跟中国做得很近 非常近 而且大家因为陈菊 他是新潮流的 新潮流在高雄主政 弄得大家天怒人厌 我不晓得高雄人 总会一选选出来 让陈奇迈的票输给 你是执政党 而且你高雄市 你也是执政了20年 你怎么会票一输输了20年 20几万呢 原来存集 新潮流这个派系 在高雄市 新潮流的派系是这样子 是民进党里面最大的派系 从阿扁在的时候 他们只有钱 money以及power 权 他们没有国家 没有民族的观念 所有的利润 全部换在口袋里面 而且 您以外人 不以家人 就是我把所有的利益 有任何的利益 产生出来 他宁愿给 藍的老 藍 藍 他们也不可能给民进党内的其他派系 所以说 中国人可能看不出来 我们高雄市的选情 高雄市的选情 第一 中央的执政 左向中国共产党去 左向中国 第二 内部的治理 新潮流派系 成局 里面所有的好处填头 只有他们派系独占 民进党其他的派系 全部轰杀 李秀莲也跳出来骂 大家都跳出来骂 现在的电视上面 什么TVBS 他们也是骂得很凶 把新潮流在高雄市执政的 所有的丑陋的面目 全部向外揭露 大家才知道 原来会这么输得这么惨 我不晓得这样讲 郭老师能理解吗 我知道 一个是蔡英文 她虽然是维持现状上台了 否定九二共识 她是靠这个上台 但是她搞的实际上是绿皮蓝骨 骨子里她还是蓝的那一套 包括她任用的人士 都是老蓝男 对 然后非常的亲共 你看甚至习近平的一个远方亲戚 去世 他都去献花圈 很多地方都非常的软弱 尤其你说她受徐清良的影响 我以前也写过很多的文章 我说她实际上是 口头上拒绝九二共识 但实质上 她还在搞九二共识那些东西 就是说 据九二共识知名行 九二共识知识 我这句话后来 台湾评论界还比较有名 她这个就是她以前的那种做法 她当了总统两年做法 虽然她最近因为习近平的讲话 她确实突然改变了 但是因为那个前两年她的整个市政 非常的亲中实际上 那个就导致民怨 但是那个我的问题是 那中央亲中的话 人们讨厌的话 那为什么又在高雄选了一个 亲中的韩国瑜呢 大家 我的感觉是看笑话 就是纯粹要逞华执政党 要逞华执政党 可是现在很麻烦 大家表这次的选举 大家实在对本土的民进党相当不满 所以说一投下去 票数少掉了250万票 票数跑掉250万票 但是比较可悲的是未来 因为蔡英文坚持她2020还要选总统 我跟您讲 以我生理的角度来讲 票跑的会更多 不止250万 搞不好跑掉400万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本来大家 九位选举确实要惩罚民进党 这个在大选前我已经看出来 然后大选的前几天 偶尔有一个场合 我见到美国之音一个负责台湾的一个记者 我就说这次民进党大败 国民党大赢 哎 他说你是支持绿营的 你怎么说这种话 我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我说没办法 后来果然就这样 但是呢就是我有个疑问 就是大家既然 惩罚民进党 那么这个票就不应该 投给民进党 但是呢 坚持绿营基本盘那些人呢 也不应该去投给国民党 应该投给那个胜绿的 但是我发现胜绿的呢 更糟糕 你比方说这个台南的那个吴忠信 那个吴忠信得的票呢 吴忠信就是代表着这个 徐忠信 徐忠信 代表着就是最胜率的这个喜乐党 那些人的一个代言人了等于 结果他的得票也是非常少的可怜 那你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就是他人们在选的时候 那不投民进党应该投胜率 但为什么又不投胜率 都去投给国民党了呢 对 这个郭老师您讲到这一道 因为我是台南人 我这方面就比较好 喜忠信他是一个人才 他是留音的 是是是 曾经在选举前 我也跑去跟他吃了几次饭 我们开了几个会了 他相当有把握 他留音的 最重要他也是蔡英文的学生 他是蔡英文的学生 所以说他在做选举的政策的交代的时候 叫大家不要批评蔡英文 不可以批评蔡英文 我们尊重选举人 然后呢 他的选举的内阁 都是他自己成大的博士生 跟硕士班的学生 他们去运作 他比较重视 因为他 第一 他应该在组织上 好好的动员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想下去帮他忙 他说不用 他说不用 他有他自己的参谋 参谋群在硬做 我是台南人 我想下去帮他忙 帮他点把火 我都没有办法 宣传 不过 请注意 台南的黄伟哲 他妹妹是黄志贤 是超红色的 超级红色的 他的得票 跟赖清德上次的得票 好像差了三四十万票 赖清德好像在台南市 选的时候好像是八十几万票 但是跑掉了四十几万 从以前 那徐中信他为什么票少得可怜呢 不是 他不是少得可怜 因为第一他动作慢 第一他比较晚起来 第二 因为他在金会上也没办法 所以说他一直情走相离 情走相离 就是挨家挨户去送文宣 他们英国式的动作比较保守 如果以我们在操作的话 我们一定摆一个 管文宣的 管后勤的 管什么东西的 全部摆出列码 由这些人来负责 但是他是用学生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慢慢的重视年轻人 因为台独台独 不能老是这些五六十岁在搞 一定要重视年轻人 所以说他比较重视年轻人 让他的学生来操盘 而且台南那边 汇险 因为台湾汇险常见 但是我这次是没有听到 但是台南是这样子 我去年的年初 我到台南去 我有跟他 跟我所有的绿色的好朋友提到说 洗衣忠信是一个非常棒的 他们给我回答说知名度不够 没办法跟民进 因为台南人笃信民进党这个威力 大家只要民进党推出人 我们就盖点民进党就对了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 民进党现在已经慢慢变直了 如果蔡英武再这样操作下去的话 民进党 我感觉明年2020选举完之后 他可能会变成泡沫化 变成像新党 亲民党一样的 逐渐的呆有味 慢慢的消失 我的感觉 如果蔡英文在这样子 把民进党完成这样子的话 他会新党化 亲民党化 这是这样子 我不晓得郭老师您的看法 对 我们主要是谈两个 这些都是泛律的 一个就是民进党 再一个是胜律群体 民进党这块确实就会一大败 然后呢我们知道习近平发了一个告 台湾团包书 蔡英文的回应比较强硬 这样的话反而他的人气有点提升 有点回升 但是在这个当口上 有四位台独街的大佬 给他写了信 他直接下台 就现在就下台 而且呢 2020年不要这个竞选 连任呢 所以这个对他也是当头一棒 但是后来他又用作 选了一个新的这个民进党的主席 因为他要辞掉民进党主席 新的这个民进党主席呢 从大家的眼光来看 就是为他准备连任呢 做准备的 所以就是说他自己还是想 2020来这个竞选连任 那你对他竞选的人呢 我看好像是不太乐观 你可以讲一讲 他的这个最近的一些变化 尤其从那个习近平 那个告台湾同胞书之后 对一些一系列的蔡英文的变化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评论一下 是是是 我昨天还去参加那个研讨会 就有提到了 蔡英文 这个他呛习近平 如果呛 我们台湾人是 因为我是台湾的胜利 台湾独立的 台湾胜利 蔡英文呛习近平 那是一日行情 一日行情 最重要你要卖东西的话 你还是要拿出你的品质 你的施政的内容 才是你的重点 第一台湾的经济 他搞不起来嘛 全都一些老男男 观念都是来自 马英九 马龟 蔡水 他怎么搞得起来 所以说 如果说 我就曾经在 在网路上 丢出一张标译 如果呛习近平 就能够当总统 那台湾每个人 都可以当总统 你要拿出 你的施政的内容 你施政没有内容的话 人家还是不会靠近 最重要现在台湾 台湾最严重的情形 是薪资倒退20年 所有大学生毕业的薪水 只拿到22k 这个情形 蔡英文他没有能力改善 让小孩子 小孩子看没有希望 他的未来没有希望 干脆也不结婚了 结了婚也不生小孩了 反正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让人民看不到 第一他经济搞不起来 他经济搞不起来的话就麻烦了 第二 蔡英文他亲自管的国防跟外交 用的都是老男男 你以前用李大为 现在又让李大为 当国安会的秘书 国安会 那都是中国国民党 中山奖协金所培养的人 他能干出什么事 所以说台湾 你来台湾看 台北市到处 都是五星旗飘洋 你到总统府去 你到西门町去 五星旗飘洋 然后 所以说 中国是台湾唯一的敌国 中国是台湾宇宙上唯一的敌国 因为台湾四面环海 只有中国 拿了2000颗灰弹 天天对准我们 你怎么会让 而且你是完全执政 你怎么会让 敌国的国企 在你们的首都 在你们的总统府 在你们的西门町 到处车子这样飘来飘去的 走来走去的 你说 第一 你经济搞不起来 第二 你请中 让中国共产 让中国的国企 在台湾 这样一直飘 台湾也受不了 所以说 他重新阻隔 苏贞昌上来 我的感觉是 我们的感觉是 苏贞昌上来当内阁 他还是一样 苏心配 就是新潮流 跟苏贞昌系统 他们 而且这个卓隆泰 也就是纯粹 我的感觉是 我的感觉是 完全配合 没有改革的声音 没有改革的力量 所以说台湾人看得很清楚 对 所以 他会在下一个选举 他做了一些调整 像那个 新的这个内阁 各方面 但是这个都是些 敗将拥挤 就是在这个 选举中 在失败的这些人 包括林嘉隆 陈其满 这个人 还有那个 新北市的选举 那个叫什么 苏正昌 对 苏正昌 这些都是失败的 这一块 最关键的 刚才你说了 就是 他对习近平的应对 确实一片较好 但那个只是一时的 人们观察还是他 长期的一些作为 那一个是他 真正的一些大政方针 这方面他基本上没有调整 那你觉得就是说 照他这样去选举的话 2020年他能选上总统吗 他能连任吗 我刚刚不是有讲了吗 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 跑掉了250万票 我的感觉 2020如果他继续选 跑掉400万票 他当初是689万票 他可能只剩下200万票 因为我是比较深厉 我们感觉看得头头分了 但是台湾目前的台派 有第三势力 开始在慢慢硬做了 比如说郭备宏 郭备宏 彭文正 或许 而且这两天的电视里面 也讲出来了 民事那边也讲出来了 说郭备宏跟社民党的幻云 要代表台派出来 竞选总统副总统 我对这个现象 我是感觉拍拍手 拍拍手 对 那个这个陈宏这块 我们还没讲完 就是说 那你觉得这个 他竞选连任呢 肯定是失败了 那民进党里面 能不能再另外一个人选出来啊 能不能获得这个胜利 比方说赖清德 作为民进党的这个 艾林艾林的一个代表的话 能不能胜利呢 你觉得 你说赖清德 赖清德或者是其他人 就是这个民进党里面其他的人 现在是这样子了 很多人不跟我同样的看话 但是我却有忧虑 因为赖清德就是新潮流的 就是新潮流的 新潮流主政高雄市台南市 那个新潮流市民进党里面 如果说赖清德 或许大家还加减接受 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引诱 就是赖清德他也是新潮流的 所以说民进党如果赖蔡佩 我看也是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现在整个变相了 以前的台湾人非常尊敬民进党他们 他们摇着台湾独立建国的旗帜 我们尊敬他 我们从精神上 potential我们就尊敬他们 可是他们的这种玩法 只有看到利益 没有理想 没有梦想 所以说台湾人 蔡英文再这样玩下去 玩到2020 我估计他可能只能拿到250万票 689跑掉了400万票 我的感觉如果另一组人码出来 我也不怎么看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谈第二个方面 就是胜率的问题 照你的意思的话 如果胜率的人出马的话 那艾琳艾琳还有戏 你刚才提到了郭佩虹 还有胜率的人出马 但是我们看到九合一选举上 胜率的人或者没有出现 或者也是大败 徐中兴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就看到这个胜率 很多时候也是没把握好 你比方说这个民事 那民事在宣传方面做得不好 做得不错 天天在那讲天天讲 但是有什么效果呢 最后还是几百万票不是跑掉了吗 就是你这个胜率很多时候 搞来搞去变成一个口炮 口炮党了 你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些政治的运作 包括立法的这个改变你五星红旗 那你把这个五星红旗你尽掉 推动这个立法 而不是天天在那里 搞一些虚无缥缥的一些大话 所以说台湾人为什么 他不愿意投给民进党 那你可以投给胜率呢 但是他为什么又不投给胜率 他最后没办法 他们最后还是投给国民党呢 你就说这个问题是 你对胜率是比较看好 但是呢我经过 我以前呢是一个非常支持胜率的 你也知道 但是经过这个九回忆选举 再一个是这个民事比 有些这个口炮人士所掌控之后呢 我确实是非常怀疑 就是老百姓都眼睛看着呢 他听得很舒服 但是知道你干不出什么事来 人家也就会嘴上支持心理他 投票的关键时候他就不投给你了 你对胜率这个目前的状况和2020的前景呢 你是怎么看呢 我是认为胜率 我们讲胜率这块 当初民进党就是代表胜率 民进党创党的时候 他是代表胜率 对对对 那时候直接就是要建国的 台湾要建国的 对 他找到了 他让人民找到了一个感动的力量 他能够感动人民 人民群起而支持他们 胜率 胜率 你只要喊说 因为台湾目前的地位未定论 你只要喊出一个感动人民的力量 他的potential就跟火山爆发一样 因为当初民进党被人家支持 被台湾本土支持 完全就是找到感动的理想跟梦想 所以说人民爆发那种 那个跟火山爆发一样去支持他 对 现在的民进党 人民找不到感动的力量 但是第三势力 胜率的 他们 就是我们 我们 我们 认为可以找到 对 我们 要找到感动人民的力量 当你能够感动人民 人民 爆发出来的力量 那是非常雄获的 所以说我前一阵子有听 有听我们这边有一个操盘的就在聊 他说郭备宏 你还就催郭备宏 他说郭备宏 现在目前绿色的本土这么惨怎么样 他说他的意思 因为我们也是透过传话过来 他的意思说只要半年 只要半年给他做准备 因为据我所认知的郭备宏 他也是一个台湾人讲杀气腾腾的 也是很杀的 他说他只要半年了 这半年之内 他只要在其所事半年前 开始要选举的半年前 他爆发出感动的力量 我跟你讲到时候全民就跟随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说很多的势力 已经在慢慢的形成 甚至于我也被安排 全省开始要串联 就是说用FB的视信 视频开始要去广播 我们全省开始要慢慢的串联 串联以后如果在选举前半年 爆发出大家的共识 然后感动的力量出来的话 我跟你讲还不见得输了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台湾的选举很有戏剧性 就是他这个一反一正 这样折腾的非常厉害 你比方说上一次民进党大赢 那个绿色这个 正是绿地 藍天边绿地 那个也是很有戏剧性 那这次九回忆选举更有戏剧性 就是他这种摇摆的幅度太大 就说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政治的这种选择性 他这个幅度太大了 然后这个你刚才说的 就说只要在这个选举的半年前 做好工作就能改变了 这个也许就是这样 我们这次的九合一选举 我也吓一跳了 台湾的人民怎么对民进党里面的 新潮流的派系这么环感啊 台湾人民过谁准 因为很清楚的 蔡英文中央执政 老男男吃干妈净 就是一副天下我打的 我吃干妈净 所以说所有的派系都看不下去 所以说九合一的嫌疾给我的感觉 台湾人的敏感度非常高 看到你蔡英文的执政 完全都是以利论 以派系的分章 所以说整个大发出来 票就跑掉了 票就跑掉了250万票 所以说我认为九合一的选举 展现了台湾人民的锐利的敏感度 我肯定 这个是对的 就是台湾人对民进党的 尤其蔡英文的执政 全面的投了否定票 这个确实他们很有自主性 但问题是 在这个过程中 胜率没有凝聚起力量 他本来在九合一选举当中 作为一个新兴 他能够喷发出来 但是他没有见得力量 然后你那是对胜率群体 你本身就是 所以你是充满信心 因为起码还有两年时间的准备了 对吧 一年 只剩下一年时间 所以这一年非常的关键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郭飞鸿 比较看好 对民事 我希望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有些东西 就是说 一定除了这个理想主义之外 我们这个手段方面 还是要讲些这个 比较诚信的一些东西了 对吧 有些为了这个宣传那个 说这个什么 柯文这是什么 什么柜子手啊 这个那个 柜子手 还有那个 你在批评国民党 批评民进党 批评民进党 批评柯文哲的时候 有的说得很 很过分之后 那些受众反而不接受 我觉得 要就一些事实来 还有就是 对一些 已经公认是骗子的人 不要给他站台 反而呢 就失去这个公信力 所以这个样的话 民事才能 发挥去他宣传的 窗口的作用 然后呢 这个深绿呢 而且呢 就是他要在这个组织 运作上 花功夫 不能就是 你仅仅是一个 宣传媒体啊 政治的运作 宣传只是其中的一块啊 对吧 你还有其他的 你不能光磕一张嘴 就征服一切 人们也不是傻子 他除了 听你说的话 还要看你的行动 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整合的能力 各方面 对吧 是是是 我觉得就是说 这样的话 这个深绿呢 说不定还是有戏 在一年之中 一年之内 那你觉得就是说 2020年那个 国民党 会怎么样 是 国民党啊 嗯 哇 国民党现在啊 我看到啊 嗯 革命情势一片大好的样子 是 我看这个样子啊 哈哈哈 但是问题是啊 嗯 国民党现在三头太多 每一个人都抢着出头 嗯 吴敦义 啊 我看这个是啊 好像韩国瑜 也可以来玩一玩啊 吴敦义 韩国瑜 连马英九都想出来 嗯 台南还有一个本土的 王金平 那对对 是个到底谁要当当头首 谁要当备份头首 现在国民党啊 的群势啊 的群势啊 是看起来是一片大好了 但是 但是我的脖子感觉啊 到底是谁要出现 因为现在的国民党的主席 好像是吴敦义嘛 嗯 啊还有一个 新北市的市长啊 我想 朱立伦 朱立伦 对 哇这五六个哦 大家哦 平起平坐哦 我估计可能最后 最后还是朱立伦 朱立伦哦 啊 因为 讲真的啦 他上次选过一次啊 不行 对 他选过一次 他选过一次 他上次就是 叫洪秀柱不要选 他跳出来选嘛 对 他就输了 输了蔡英文 输了差不多四百万票嘛 对对对 就是 对 我是觉得哦 国民党哦 嗯 在台湾哦 我是觉得 嗯 好像 好像 国民党 反正哦 国民党 民进党 现在这两个党派哦 都变成一种追逐利润 追逐利润 的 的党啦 啊 大家哦 摇头啦 现在看有没有第三势力哦 比较干净 比较有理想的哦 嗯 大家来追随啦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对对对 反正国民党那个 呃 也不是我们所贯注的啊 我们贯注还是这个 范律这一块 呃 但是这个 九回忆选举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们 呃 说的就是 蔡英文赢得大选的是 2016年啊 在2014年 呃 有一次九回忆选举 那次选举呢 就是绿营就是大胜 然后就直接就是推动了 呃 2016年这个 这个蔡英文 呃 就大选的这个胜利 那现在这个 呃 呃 蓝营大胜啊 绿营慘败 那说明2020年呢 那确实是这个 勋多吉少啊 啊 所以这个绿营呢 要非常认真的这个 对待啊 呃 对对 这一年 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都搞得 这个一头乱麻 不过呃 呃 我还是特别希望啊 呃 民进党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希望 就是是 胜利的群体啊 能够呃 呃 整合啊 呃 能够有些好的智慧 呃 好的一些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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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底嘛 又发生这个 呃 这个南海的 这个中美之战 啊 所以这些突发性的事件呢 呃 确实 有可能让这个胜利群体啊 崛起啊 呃 也是有可能的 对 好 那你最后 对这个2020呢 再做一个总结 尤其是 呃 对这个民进党和这个胜利群体 呃 的选择啊 你可以提些建议 对 我建议的话哦 嗯 民进党哦 如果继续这样的操盘 我看2020年哦 嗯 哦 可能就 可能就哦 嗯 可能就比较没有希望了 因为 2020年的选举哦 你的棋 上 上次九合一的选举 你的棋中考成绩已经死当了 已经死当了 你 提出来的改革方案呢 还是没有任何的着落 哦 还是那些人 左手换右手 右手换左手 台湾那边又不是白痴 对 看得很清楚 所以说在2020年的选举 嗯 台湾的本土的传统的势力 是民进党 嗯 但是 民进党 对蔡英文 他们这些人 左手换右手 右手换左手 他看到台湾人民已经看清楚了 主有 只有 大破大力啊 彻底的 把 譬如说 忘掉陈水扁 由陈水扁 他们这一派系的人 比较有理想性的 来玩哦 或是2020 蔡英文 民进党还有救 不然的话 可能哦 三四个大派系 三四个大党哦 就一起哦 2020哦 撒看看啦 投票 大家哦 就不会拿到689万 可能输赢 可能就400 400多万票的 在那边决 我的感觉是哦 嗯 民进党 只有大破大力 把 陈水扁换出来 然后 哦 因为陈水扁对台湾的贡献哦 是立任总统最伟大的 哦 让 陈水扁他们这些比 代表正义的力量哦 能够出来的话哦 或许会改变 2020 的 台湾选举的 结果啊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好 那你整个的 预测啊 整个对台湾的形势 讲的已经 非常的这个清楚了 最后一点就是 有关对这个 这个 习近平的高台湾同胞书 还有 习近平的武力的威慑啊 他也加快这个 统一的进程 而且 就像我很早的写文章 就 指出这个 这个 主要共识的实质 就是一国两制 这个时间 习近平老早就说了 只不过这次呢 他强调的 更加的严重 然后 参与我呢 也终于给大家讲出了 这个主要共识的本质 就是一国两制 你觉得 习近平这样搞的话 对台湾社会有什么影响 对这个 人们 对国民党的看法 就赞成九二共识的人 的看法 和民进党自己的选情呢 有什么影响 对 郭老师 你现在是问说 习近平的这个动作是 对对对 对这个 整个台湾的影响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 习 习 习近平 他 他 哪一符 哪符不开你提哪符 对 你自己 中国 内忧外患 美中贸易战 你都要垮了 你临死 临要垮以前呢 你说要武力换台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自己的内忧外患 你都快受不了了 你都快要倒台了呢 你怎么会想到说 不过是这样子啊 因为台湾的所有的资讯媒体 可能都已经被中共 中资已经手买了 已经渗透进去了 他就尽量的宣传 吓死恐吓台湾人了 但是台湾的胜利这一块 有些都已经就直接 我的FB上面就直接呛吓了 不要在那边扯了 扯了70多年了 就是打嘴炮 老是要武力换台 他明明要倒地了 我们知道美中贸易战 已经让所有的 我的感觉是习近平 请你把你那一块 你中国那一块 好好的搞定吧 你要武力换台 你是没有能力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因为台湾的武力 台湾的金氏武力 曾经是瑞士姓平 评估全世界排名第13名 第14名是以色列 比以色列很好 对 比以色列强 曾经在四年前的 瑞士姓平的评估 我是觉得习近平 应该好好注意他 周围中国 中国快要造反了 请你把中国那一块弄好 不要老是 没事来威胁恐吓台湾人 台湾人不吃这一套了 对 那你觉得这个姓平 他对台湾的这个选情 2010的选情会有什么影响 他的这些话 哦 中国 中国共产党 他讲的这些话 我都有点怀疑 他是不是在跟 跟蔡英文唱双还 我都有点怀疑 就是 蔡英文的人气 因为他这个 对这个 习近平的告台湾 没收的回答 那他的人气 确实又提升了 对 所以他这个 习近平他们 这样这个 武力恐吓下去呢 肯定会让这个 绿营 而且整个胜绿 也会是受益 也会让人们看出这个 国民党搞的这个 九亿共识本质是一国两制 让台湾变香港 那很多人就会厌弃这个 国民党厌弹引 你觉得会不会 会不会起到这个效果 对 现在 现在很麻烦 我记得以前 有一个叫朱隆基 中国有一个叫朱隆基 他在陈水扁选总统的时候 陈水扁那时候还摇摇摆摆 选总统的时候 朱隆基在电视上 面目猙獰地恐吓台湾人 说你们如果敢台独怎么样 结果这一棒把所有台湾人 驚醒全部把票投给胜利 所以陈水扁才当选总统的 那时候我记得朱隆基 习近平这个东西 我是感觉 因为台湾人现在真的是 昨天我在开那研讨会 人家还讲说现在以身为民进党为可耻 因为民进党现在追逐利益 所以说习近平在骂 蔡英文呛回去 我是觉得一日航情 所以说台湾目前的选举很乱 怎么讲也不是讲很乱 民进党他没有理想 已经失去梦想 只是一个追逐利益的政党 国民党不用提了 国民党是被共产党从中国踢出来的 的烂摊子 所以说台湾人必须要走出一个第三势力 整合第三势力了 我的感觉是习近平讲这个话 台湾人很反感非常反感 因为台湾的资讯媒体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台湾的资讯媒体几乎全部被中资 我感觉是全部被中资收买了 对 是这样子 好 你今天这个基本上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是 我们第一次对你的采访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希望下次更多的采访你 对台湾的了解 我也是衷心的祝福台湾的第三势力 尽快的壮大 真的能够让台湾更加的富强 更加的独立自由 这是我们共同的冤枉 谢谢你接受采访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郭老师 好 谢谢大家